海盜上满满人潮 大家都戴着彩虹旗 彩虹伞 或者是各式各样带有彩虹色彩的道具 一年一度的同志大游行就在今天下午展开 这次游行有超过20关 中国的朋友参与 下午3点主办单位宣布 已经超过11万人参加 活动现场相当热闹 许多人盛装参与仿佛嘉年华 台湾同志大游行今年已经来到第15届 这次以性别平等教育为主题 诉求的是尊重多元性别气质 避免歧视 盼望别再造成伤害 中文字幕《投入沙露公ulu》 入口中文字幕《投入沙露公民台》 都松下了 地游行 正率